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否则的话那整个这个后市啊并就非常的非常的悲观了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还算是可控啊 我们也如期的看到了多方在目前的点位上进行了一个 进行了一个干预 但是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看到最近两天啊都是在这个盘后收盘前的两个小时 多方呢开始干预这个市场 那整个的这个行情来讲的话呢 我们仍然是可以看到啊多方的在介入 昨天的这个在盘中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机构啊比较积极的介入 那么今天早盘的一个高开 也是对他们昨天的这个积极介入的一个肯定 那么随后的一轮呃调整的话呢 呃可以说呃应该是这个短线上的一个获利回吐吧 因为短线上的话如果说在跌跌下来的话 我们要想反弹的话需要时间啊 那么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得需要呃 这个叫他得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你一个对整个盘式的一个呃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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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啊 那么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明天可以继续的看这个市场的反弹 讲完了讲完了啊 哦刚才林子在笑我不知道他笑什么啊不知道 嗯 那你来补你来补充几句吧 呃 我觉得今天的行情啊有点就是围绕着这个三四块上下波动 早上的时候油价从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标普是跌七个点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标普涨了四三个点 嗯中国股市呢是低开高总涨了一点点 嗯啊 然后呃我早上看CNBC哈他的APP上面写 油价由于在三十元出现反弹造成股市反弹 那开盘涨了一百九十点 然后数数数就一路下下跌和油价是同步下跌的 那么尾盘的时候当这个正规的这个纽交手Namex 嗯 他关闭了以后呢整个的这个呃就是 股市和这个电子盘油价的电子盘出现了一波rally啊 就上涨涨到三十五 那么明天还是看这个三十块保卫战如果跌破三十块 基本上大家的心里已经失手了 嗯嗯 因为今天就像这个Dotsman呢很多这个trader包括Morgan Stanley都喊空油价 包括这个OPEC 因为我们现在有伊朗的有伊拉克的有中国的经济哈 还是呃不是很好 那今天呢我呢在盘中的时候呢我持有一个股票叫Riverdale RVDO50万股 我跟他们的这个公司打了个电话 嗯 因为我个人觉得在未来的五到十年是布局原油的时候 是应该采原油 嗯 那么跟这位老太太我非常惊人 他这个说话我以为是五十岁的老太 嗯 他的整个的说话的这个圆认度啊各方面都非常的棒 才知道他是七十岁的老太 七十岁的 他说Morgan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啊 就是人要一直工作天天工作才不能老 每天动脑 第二他告诉我德州的所有的准备开产的油呢 油井全停了 嗯因为没必要这个油太便宜了 第二第二呢呃我现在非常有兴趣买一些油井 就是买资产好就像买地产一样 咱们现在买Arcadia的房子外面找不到货了 对中国人纷纷涌进来 但是这种已经意义不大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住不到Arcadia 我其实可以选择比如说Molovia 或者找这个Irvine 嗯那同样的这个如果油 哈未来到跌到二十块 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 这个杰老师问我到底这个油价 中国的经济衰退会多久 我觉得是会很长时间 不可能是说一夜之间中国就繁荣了又繁荣了 嗯呃 其实这个衰退可能持续十年 因为整个的经济在转型 人民币要贬值 但是我觉得油价也是同样道理 我觉得可能在二十元到三十元 甚至在十元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长期来看啊 它的这个未来涨到四十到六十甚至八十 都是有可能的 嗯所以现在是买一种资产 如果是我是买 我是Chinese Investor 我是华人投资者 我是中国的寻找机会 如果你有长长期的这种vision的话 那买这种producing the oil oil 嗯就是可赚紧的油田是非常棒的 对 另外呢我们代表的一家公司呢 Recon Technology 今天呢被一些美帝啊 我称为美帝 美国人的trader short 那为什么他们short 今天有朋友问我ATV 香港国际要不要做空 要不要止损 我说让我看一下 结果尾盘是走高的 因为我发现最近 因为我关注很多的这种channel 发现这些trader在short 嗯所以把ATV从十块钱一路打到 只损六块七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trader 大家squeeze他们的话 因为整个的recon它的整个盘子三百五十万 如果我们周三早上大家squeeze他们的话 OK 这个股价如果破了两块四毛六 将会有一个巨大的squeeze 公司只有值七百多万的marketcap OK 七百万的 人家买一个豪宅也不知道这点钱 所以呢我认为呢 我们可以squeeze它 OK 只要我们逼上去 有的股票很多人低 第一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 害怕人家反抗 其实不需要反抗 很多股票 我跟Jell老师说它的波动 很多人说心脏受不了 那that's ok 但是如果有人做空的话 it's fine 是perfect 中概股被做空 其实是perfect 如果你纠结更大的买盘进去的话 这个squeeze就是出来了 这些人就会回购 引发股价的大幅的上涨 各股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大家买UWTI 可能是两块四 recon有中国有China plus oil maybe is the worst definition of the bear market 就是整个的熊市当中 中国家原油是最糟糕的 这是最差的combination 但是如果说在squeeze的时候 这个小盘会炒成一两千万的流通盘 就是一两千万的发行 就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炒 那在此声明 recon是我们的商业客户 他们付了广告费 让我们介绍他们的公司 我们希望这个股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大家要去rcon 好吧 大家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好 大家不要怕 我觉得short seller is the best friend of the market 就是这个做call做的越多 就像现在你看到的bear market 连跌八天 嗯 反弹起来一定很猛 对 我觉得是是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你说我去是不是去 如果我错了 我就可能止损了 但是如果我不能错 我还在继续的做call 就像son edison 就像win 大家都看到吗 都会打回原型了 最终还是看谁笑到最后 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 嗯可以 所以说空方呢 是我的好朋友 多方的好朋友 是是是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呃今天的行情呢 也就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只不过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或许会在明天的盘式当中啊 也就尤其是找盘 或许还会看到啊 短线上的这个获利挥土的节奏的出现 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需要关注这个多方反共的时间 昨天和今天的周二的这个反共的行情呢 都是在这个纽约的时间下午两点开始的 那么如果明天的这个反共的行情 如果提前到午前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多的信号 大家关注这个时间点 呃我觉得就是呃做空油价 像我去像我昨天给大家看的图 这个油价我觉得真的没意思 短期今天DWTI 大家看看239还是250 我当时买的时候跌到80块钱啊 呃但是我还是卖早了 但是我觉得呢现在不适合 不适合去介入 等这个油价跌破30也许还有一波滑铁路 但是就像我讲的大家太恐慌 或者太悲观的话也许就是一个bottom来临 但是反过来又讲 就是有很多人啊 纷纷朝底或者喊bottom的全在失败当中 有的人说啊油价不会跌破344 No way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油价 今天说居然这个ZeroHedge说 中国的这个码头啊全部消失了 就是由于波罗地海这个这个 这个航运指数啊已经跌进 今天CRB index 中国的码头嗯都空空楼野 就是啊因为没有货要运 铜的价格这个西整个的商品 其货商品价格都非常的低 中国不要这个东西 像Coopers 铜驴都不要 当然不得不就是中国几乎 我觉得呃就是房地产热过了以后 几乎没这种需要 那中国的码头也在消失 所以这个这个焦糖会持续多久 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有一个 但是这个战起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号 这样子的确的确现在整个这个 从这个国际局势上来讲 就是一个大洗盘的一个行情 嗯就看最后谁是谁是赢家了 还有更多的这个公司会破产 特别是呃有和原油有关 就像我今天听的这位老太太 他得咒所有的没有开发的油田 嗯现在都不开了 因为没必要 对还要投入成本 对太低了 但呃那么这个就是面临银行怎么去 但是当然我感觉哈 包括我上一个季度听了这个 JP Morgan CEO 嗯这个conference call 呃就是说人家问他这些能源的贷款 能不能收回来 他说只占他们公司的 而且他们已经具体了这一部分 可能出现问题的 OK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滚雪球效应 呃因为很多人说笑话这些赚紧工人啊 他不去星巴克消费 对星巴克乃至美国的全部的经济 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我个人啊 其实我我现在最有兴趣的 真正是开发油田 就是买一些油的资产 大家何必去挤在一块买那种 high fly的这种比如说在加州那种 Arcadia 你看现在Arcadia 就是偷偷啊抢啊 这种很多 我觉得这个社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安全了 而且就是价格也高的很离谱 随便盖一个房子60万就变120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bubble 但是我觉得呃油田是值得真正啊有智慧的投资 但是都不是那种bs哦 给20%的回报率啊 嗯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啊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投资一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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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